確診本土案例,台北市是9個 那麼連續4天,9個、10個、9個 顯然它已經到了一個瓶頸 我們在研究說這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我們把這些確診案例用發病字去當坐標 其實這個禮拜就是檢查 我們目前的這種打疫苗的制度 或者是篩檢的制度 到底有效沒效你知道 這個禮拜是關鍵期 因為我們在第26週的時候 那是相當大規模的 大規模的篩 把這個社區的潛藏黑數大概都撈出來了 所以在第27週很明顯就降了一半 那這降了一半以後 讓我們有更大的力氣去追那些確診者 擴大匡列你知道 所以這個禮拜應該就是觀察期 所以到底我們是不是可以 可以達到那個接近清零的目標 你知道齁 就在這個禮拜 那麼 今天公布還有死亡案例又增加6例 從死亡人數已經到759例 這個死亡百分比還是很高 坦白講作為一個醫學的專家 你知道 我也 還是 這個問題恐怕以後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研究 到底是真的黑數太多造成了 還是 有什麼原因你知道齁 還在查 那 這個是7月15號 確診案例齁 這個9例裡面齁 當然萬華還是余波蕩漾 就從以前這樣還是案例比較多 不過其他行政區還是有 所以表示說 很多這種潛藏的感染源都潛伏在社區裡面 確診案例雖然減少齁 但是我們匡列的範圍越大你知道 所以其實 我們居家隔離的人數都一樣 維持在一千 我們也是希望說 用這種 把每一個確診者匡列隔離的 做更大 看是不是有機會去 把它撤離的 健美調 好 好